随着国庆节的临近 相信广大观众对即将亮相的盛大阅兵充满了期待 昨天50多家境内外媒体记者来到阅兵训练场 探访徒步方队授阅情况 上午9点 50多家境内外媒体记者来到阅兵训练场 观摩徒步方队训练 授阅队员展示整齐的队列精准的动作 吸引记者们频频暗动快门 您现在看到的我们训练场上的训练内容 就是我们平时训练的一些内容 包括正部训练 齐步训练 枪法训练 此次阅兵总共有15支图步方队接受检阅 那么头戴蓝色被联络的维和部队方队 备受我们这一次来进行采访的国外媒体的关注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 派出维和兵力最多的国家 在联合国7个维和任务区 2500多名中国军人在枪林弹雨中守护和平 还有8000人规模维和待命部队 随时准备听令出征 去代表我曾经在国外一同一起战斗过的一些战友 其实我身后更多的是代表他们 来接受这个祖国和文明的一个检阅 此外国外媒体记者还参观了仪仗方队宿舍 俱乐部等场所 这次来到阅兵训练场 中国军人严整的军容风貌和高度的纪律性 给媒体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今天的表演活动我看了以后 中国军队有能力还有自信还有信心 能充分发挥他们的力量来保护中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